王子出場 王子出場 歡迎 十四張證照 你有沒有看過 已經到十五了 對 已經到十五了 所以你持續一直在充實自己當中 對 就一直要提升自己 你這個十四張證照 是都跟你現在從事的行業有關 對 還是也有一些有趣的其他的 都是金融業的 都是金融業的 來 請自我介紹 還沒有 還沒有 你要把卡片給我的 來 大家好 我叫孫子冰 那今年33歲 身高172公分 體重63公斤 四字座 歐型 那我會理財 但我不小氣 這點大家可以放心 謝謝 很重要 很重要的 好 來 現在呢 就要請你把卡片給我了 好 好 謝謝 各位女生 對於我們的王子 第一印象如何 請選擇 好 這也算是 A級班吧 也算A級班的 不錯 我覺得她的那個 年紀的部分 跟我 我不太能接受 差的比較多嗎 然後還有她那個 工作的內容 我就會感覺好像會比較 枯燥法味 其實不會枯燥法味 對 因為我們其實 建立的人很多 對 有那種老闆級的 也有就是一般的客群的 那其實你可以從中間 學到很多東西 而且也是自我成長 因為客群多 你學得多 真的 她不是說你枯燥乏味 她是怕她枯燥乏味 我們不會讓她枯燥乏味的 對啊 因為其實 枯燥乏味 這個是應該跟人產生關係 而不是跟她的工作 我覺得她好上進好開心喔 是不是啊 是 可是 就是因為她不陰柔 然後我對她來說太大噁 這樣子 對 妳要不吃兩個饅頭啊 我沒有 我現在都減肥心一點 好… 還有呢 孟宇 就是 我覺得她很有前途 可是也是第一個 是年紀太大了 年紀的問題 然後第二個 就是我也是獅子座 然後我覺得會不會 兩個獅子座不好 因為獅子座就是很強勢 也還好啦 是不是 她什麼都還好 你看多不強勢啊 不是 看狀況的人還好 你是什麼狀況還好 什麼狀況可能比較強勢 就是比如說 比如說 我們要出門好了 約會的話 我希望是由我來主導 對對對 但是如果是 比如說 她有一些很良好的建議的話 我都會聽從參考 還有嗎 還有嗎 如果 你怎麼說 蜜椅燈的配心 這是因為她的工作內容 因為我個人比較 就是對數字完全沒責 所以妳才要跟她在一起 可是因為常常生活中 就會一直聽到她講 有關金錢數字 就會覺得壓力很大 這個更不會的 不用擔心 因為 因為這種東西 工作跟生活是要分開 對嘛 我們不可以把工作帶到家裡 你知道嗎 對 不然每天都在上班 24小時都會 好 我們等一下 腰三動動的時候 你知道這太多數字 這 比較不可能出現 你知道嗎 亮燈的 覺得 她的優點在哪裡 小靜 有打算之後可能會開店 就是想說有沒有機會 可以處理一下 你需要合度大概是 對 這是幾十而已 你的信用 這信用要怎麼調查 就是我們會透過聯合申請中心 哦 可是有個資法 都一定要透過有同意書 所以如果小靜 要去跟你們申請貸款 所以你要經過她的同意 對 你就可以調閱她之前的 這些財務的資料 對 之前這個欠債欠的 沒有 沒有 這樣子可以借多少錢 這樣 還是要評估 還是要 漂亮 漂亮 不要亂答應 一答應她燈就不滅了 我告訴你 我覺得她很上進 因為我本身也是氣管系畢業的 對 所以我知道要考那些金融徵照 很不容易 尤其是 十五張了 對 十五張 然後另外我覺得 男生的感覺都不太會理財 好像都是月光族 對 但是她的話 就是有這方面的專長 肯定很厲害 對 感覺可以把我自己的財務狀況 很安心地交給她 你是屬於哪一種 就是對於數字 我對數字很不在行 我只會默默地存錢 我沒有辦法做很大喊的 然後存了也忘記自己存多少那種 我沒有笨成這樣 你還可以回答那麼冷靜 還有一個事情要跟她說 小葵 我覺得 王子給人家感覺就真的很上進 就像傑西卡講的那樣 就非常上進 是一個有為的青年 然後講話也條條有理的 而且我最近就是開始工作 所以我覺得我需要一個禮磚 來幫我打理一下 奇怪 零千元 到底是在這邊幹嘛的 可以了解一下 了解一下就是怎樣去理 就是錢 你不理錢錢就不理你嘛 所以感覺可以 學習一下 像王子學習一下 你們不是來找王 你們找會計者 沒有他們找理財大人 理財大人都可以啦 身兼數值最好的 剛剛還有這邊還有誰 紫晴 你好 因為我的那個本身就是 數字的觀念不太強 所以我很需要一個就是 像你這樣子的王子 好 這個 講了那麼多他專業的部分 大家應該想要了解一下 王子的生活 我的興趣跟一般人相去不遠 但是我有一個很特別的專長 就是修水電 我一直有包辦了家裡的水電 像馬桶壞了 水管壞了 或是燈管壞了 通通找我就對了 甚至摩托車發不動了 我都可以做簡單的圍修處理 另外我最喜歡的運動是打羽毛球 現在還是一個可以培養 團隊合作精神的一個很好 更好的運動 我喜歡活潑可愛的女生 但是其實只要相處得來 就可以了 我想告訴大家 投資理財有風險 但是投資我 你一定不會後悔 好 剛剛滅燈的聲音 雖然不絕於耳 現場狀況還是不錯的 好 來 為什麼滅燈 家裡有水電工多好 桑妮 其實是因為她剛剛說她 就是她會主導整個約會的那個情況 然後對於我來講 我覺得是應該要溝通的 有良好的建議我都會參考 好 對啊 所以其實妳平常是比較喜歡主導 比如說約會 沒有就是她有建議 我們就會納入考量 因為不能完全 沒有 我說平常啦 平常 之前 平常我覺得還好啦 嗯 個人覺得還好 明君 我是剛剛 就我說的年紀的問題 因為我們差了12歲 嗯 後來但是 如果機車壞了 可不可以幫我修 你那麼機車還要修啊 這個機車壞 這很有趣耶 喜歡家裡修水電 不是喜歡啊 不是喜歡啊 是會 是會 那你為什麼不去考一個水電證照 沒有就是其實 家裡有些簡單的東西 你不需要 就是如果壞了 你可以不用找別人 我們可以當下處理 怎麼會的 自己就是無私自通摸索出來的 有些是自己摸索 像機車是自己摸索的 機車怎麼玩 機車就 你怎麼樣去進入那個修理的 就 就是從壞掉開始修啊 嗯 真的 我還以為是好的 你把它修壞 當然是壞掉開始修 可是我的意思是 修機車是比較困難的 你怎麼樣進入 其實還好啦 它的結構體沒有像 汽車這麼複雜啦 哎呀 我跟你講你看這個人 這種就是光明臉 什麼事都還好 沒有問題 對不對 其實我覺得 剛剛你有解釋了一下說 你不是喜歡 你只是覺得 有些小事情可以自己解決 就不用請別人 要不然我就有點嚇一跳 因為 其實他這樣就有點像我爸 就是我爸也很喜歡 東修修西修修 我覺得有點單 他會不會就是 很像是跟爸爸在交往這樣 這樣不太好 佩姬 我想請問王子喜歡旅遊嗎 旅遊 喜歡啊 那有出過哪些地方 或什麼樣的方式 其實我旅遊的話 目前還侷限在台灣這區塊 對還沒有到出國 對因為我覺得自己的 我希望很多事情要完成 完成後 有再規劃自己的旅遊行程 那大部分都是台灣 還有哪些朋友 想要跟他交流 來 傑西卡 就是 從小媽媽就說 找男朋友要找 好用的 好用 錢 對啊 又會理財 然後又修東西 根本就不用煩惱 躺在家裡就好 真的 你會不會做菜 不會 做菜 你看 趕快去學 考一個證照好不好 哇 你是找什麼人啊 好用 物美價廉 待會兒是哪一位 推薦你 姐夫 七盞燈還會盛幾盞 王子的推薦 大家好 我是直賓的姐夫 那如果大家還看得到我的話 代表他的燈還沒有全滅 那我想在這邊恭喜 還留著燈的公主們 因為我覺得他是一個 非常誠懇認真居家的一個人 那譬如說我們用完餐後 他都會幫忙洗碗盤 他有財經方面的專長 所以有一些朋友有房貸 或者是相關的問題 他都會非常熱心的去幫忙 所以我想非常值得 還留著燈的公主們 好好地去認識他 了解他 謝謝 怎麼滅了 這麼好用 我滅當然的原因 就是要告訴你 你真的就是缺煮飯這一塊 我告訴你 你什麼都不會 你還告訴人家 真的… 你會不煮飯 你也不會 我會啊 你會煮飯喔 但是我就是 就是會的人就是不想要 對啊 你會不會修水電 我不是… 有飯就好了 我要幹嘛 你不會修機車吧 真的 我跟你講 你如果會煮飯我燈 馬上就打開 打開… 你拿去煮飯 你以為你要開就開 要關就關 嗨呀 好 一樣的狀況 雖然大家滅燈了 不過不重要 因為有一盞燈為你亮的 就是紫晴 來 親自她的走到中間來 好 這個今天都是一對一的狀況 我們也沒有機會 讓王子或者讓大家 多了解一下女生 女生現在要讓大家了解一下嗎 感覺得獎了 耶 來 請自我介紹一下 大家好 我是紫晴 那 王子就是全能嗎 那我就是全部能 但是 哈哈哈 絕配呀 你看 對 但是有 有一樣啊 我會 我就是 可以煮菜這樣子 哦 所以你們兩個加起來 就完美了嘛 耶 是不是這樣子說 99分 哎 你只有1分啊 哈哈哈哈哈哈 不管怎麼樣 兩位在一起去約會吧 恭喜 在一起 在一起 然後 小啦 我和你 有做不完的事情 在一起 然後 然後 小啦 世界上沒有絕對的100分 只要你們兩個在一起開心 那就是百分百啦 這就是王子的約會 對 還是一啊 我非常謝謝 紫晴留登給我 對 那她也是非常有氣質的一個女生 那也是希望說我們能更 互相更了解彼此這樣子 1 2 3 回到了王子的約會 看看下一個王子的介紹 我是李兆俊 今年25歲 畢業於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物理學系 今年剛考上台大的應用物理研究所 除了學生的身分之外 我也在補習班擔任輔導老師 以及編寫教材的工作 同時也有兼任家教 家裡是做聖誕飾品的外銷業務 一有空的時候呢 也會幫忙接下國外的客戶 我的未來有很多的可能性 今天我就是要來找尋 參與我未來的你 感覺好像是大家認為的 資優生 我們來歡迎王子出場